前週現場我們來關心 俄烏交戰美國情資表示 普丁的野心可不只是烏東地區嗎 詳細狀況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的 完成了現場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關心 現在俄烏戰士進入的是第77天 俄軍還是持續圍攻 南部港口大城市馬力波 不過在其中 烏軍不斷死守這個亞素鋼鐵場裡頭 其實還有1000多名烏克蘭的守軍 那麼現在烏克蘭的副總理就表示說 這些烏軍還是不肯放棄 但是現在已經陸續傳出有死傷 有數百個人受傷 而重傷的人是需要緊急撤離的 他也坦言說當地的狀況 對烏軍來說是不斷的惡化 但是上週的時候 所有當地的平民老弱婦孺們 都已經從亞素鋼鐵場來撤離了 同時間俄軍也是加強 在烏東頓巴斯地區的攻勢 俄軍現在想要試圖 是要切斷前線小鎮的補給線 要讓烏軍要面臨的是 後勤補給的問題 但現在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海恩斯表示說 俄羅斯總統普丁對於烏克蘭的野心 不僅僅是對烏東發動攻擊之後 就會結束整場戰事 而他是決心要建立 通往摩爾多瓦分離地區 涅斯特河沿岸的路橋 而其實二屋戰事也導致全球糧食價格大漲 美國總統拜登也承認說美國人 正承受了40年以來最高通貨膨脹的痛苦 拜登表示說解決通膨問題 是現在美國國內的首要任務 美國總統拜登 美國總統拜登 好 其實前美國總統川普 2018年的時候 他就發動了中美貿易戰 對於大陸進口的商品 是施加了懲罰性的關稅 用意是要支持美國製造的商品 而現在美國媒體CNBC就報導說 拜登可能會取消大陸商品關稅 來控制美國不斷上漲的消費者價格 不過對此拜登表示說 一切都還在討論 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再關心的是 南韓現任總統尹錫悦 他昨天就宣誓就職 而就職之後就立刻展開公務 包括了接見各國特使 而這其中也包括了 接見了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王岐山他更是代表 習近平邀約尹錫悦日後 有機會訪問大陸 王岐山表示說 中韓是相互友好的鄰國 也是重要的合作夥伴 希望可以跟南韓政府 攜手深化雙邊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而王岐山他除了遞交 習近平的親比性之外 也透露習近平有意願 要跟隱習越來通話 而其實同時間 美國總統拜登 他也是預計在20號的時候 要訪問南韓 美中現在似乎好像上演的是 搶韓大戰 就是想要拉攏盟友了 而現在南韓智庫研究員就分析指出說 王岐山他的發言背後 其實是大陸想要測試 隱習越他的外交政策的戰術 想要藉由這樣的邀約 試探隱習越說 是不是要像選前說的 是走一個親美的路線 而現在隨著隱習越的就職 他的妻子金建希 現在也被外界關注了 成為了南韓新的第一夫人 他在選前就以韓新般的驚人美貌 獲得極大關注但是同時間他的言行也是充滿爭議的 大選之後就沒有出席任何的造勢活動 選後僅僅是低調的拜訪佛寺 而現在這個南韓的第一家庭的互動 也是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現年49歲的金建希她被封為是南韓最美麗的第一夫人 但是現在當上了第一夫人之後 她過去的暗黑史也現在接連被棄地 還被踢爆說曾經擔任過酒店小姐 不過金建希本人是鄭重否認的 更被爆料說在受聘為大學講師的時候 偽造學經歷還抄襲論文 為此她還曾經大動作地召開記者會職工道歉 而她當時更是主動爆料說 因為丈夫的工作很高壓 讓她身心俱疲導致流產 而南韓媒體也起禮她的母親 說她母親也曾經涉嫌不當領取療養津貼 還不當炒賣土地 再關心是高齡96歲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她現在59年來首度缺席 今年英國的國會開議大典 還有預作致辭 改由為查爾斯王廚 來代替她演說 這是白金漢宮的聲明指出說 女王因為出現了偶發性的行動不變問題 因此不得不缺席 10號的英國國會開議大典 英國女王自從1952年登記以來 因為懷孕缺席過國會開議大典兩次 而這同時也是查爾斯王廚 還有威廉王子首度是以國務身份 出席英國國會的開議大典 而且在今年復活節開始 女王就因為行動不便缺席許多的公開活動 大多都是呆在溫紗堡旅行她的皇室職務 再關注到的是美國國務院 最近他們就更新了官網美台關係的描述 也引發了一些些的討論 他們移除了不支持台獨 還有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樣子的文字敘述 不過對此大陸外交部作出回應了 發言趙立堅表示說美國試圖要改變台海的現狀 做法將會是引火燒身 那麼現在美國國務院也有最新回應 他被記者問到相關的問題 發言人普萊斯回應說新版的文字是反映著 台美兼若磐石的非官方關係 但是政策未變 北京不應該解題發揮 打開美國國務院官網 美台關係現況 有人發現新版文字和四年前已經有所不同 看看2018年美國國務院對於美台關係說明 當時除了將對台六項保證納入一中政策 確認台灣是美國印太重要夥伴外 還寫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和不支持台灣獨立等字句 而近期更新的版本中 這些字句已經被刪除 在2022年版本中 美國國務院明確定義一個中國政策 是以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作為根基 普萊斯指出美台關係現況多年未更新 國務院更在意對外關係 是否如實反映在事實清單上 他強調美國沒那麼在意 其他國家是否會緊咬不放 解題發揮 對於美方這樣的說法 大陸外交部也立刻作出強烈反擊 現在美方修改美台關係事實清單 這是虛化掏空一中原則的小動作 這種在台灣問題上搞政治操弄 試圖改變台海現狀的做法 必將引火燒身 而台海問題仍是各界關注焦點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和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伯瑞爾 在國會作證時檢討了北京當局可能從烏俄戰爭中汲取的教訓 海恩斯認為俄國入侵烏克蘭並不會促使大陸加速奪取台灣的計劃 海恩斯說北京當局寧可不必採取軍事行動就接管台灣 但正致力於加強軍力 希望達到即使美國干預也能在軍事上取勝的地位 伯瑞爾則表示相信大陸傾向不要動武 北京可能更願意隨著時間推移和平達到此事 記者蔡新城報導 再來看到是北韓在10號突然下令全國封鎖 首都培養民眾被要求待在室內不能出門 街上擠了滿滿想要趕回家的人 公車站也是大排長龍 消息指出因為發生了國家級的事件 才會下令全國封鎖 但是詳細原因目前還不得知 不久前才剛舉行完盛大閱兵北韓金船 發生國家性事件 外媒報導北韓首都平壤的居民 突然被下令全部留在室內 通通不准出門 其實上週北韓才傳出疑似因為疾病擴散 4號禁止居民外出 但禁足令只維持一天 5號就馬上解禁 當時還沒判斷所謂擴散中的疾病 應該不是新冠病毒 但才過沒幾天又傳出封鎖 北韓多個消息來源甚至指出 這回的封鎖令是因為發生全國性問題 封鎖範圍可能不只平壤 而是北韓全國 當封鎖令一下平壤公車站牌 全部大排長龍 有些人則是不行趕回家 而其實過去北韓就多次 因為疫情或是沙塵暴 宣布鎖國或禁足 北韓另有消息人士指出 上週北韓因為來自大陸的沙塵暴 對民眾下達禁足令 甚至曾經因為擔心 來自海外的沙塵暴會夾帶新冠病毒 嚴厲禁止出門 但從5月10號拍到的南北韓邊境照片 又能看到還有零星北韓民眾在田邊工作 是否真的封鎖 為何封鎖 真正原因依舊沉迷 記者綜合報導 微軟充胖人比爾蓋茲傳出了確診情況肺炎 他說非常慶幸他自己打了三期的疫苗 症狀輕微現在自我隔離當中 另外看到日本在黃金州的假期之後 連續四天確診攀升 不過日本政府認為在意料之內 也不再苦口婆心地叫大家不要出門 而是鼓勵大家自我快篩 前幾天才登上CNN節目 暢談如何對抗疫情 比爾蓋茲當時氣色不錯 精神滿滿 沒想到訪談過沒多久 就傳出確診消息 他說自己很幸運 已接種過三劑疫苗 只有輕微症狀 將自我隔離到康復為止 而日本最新單日確診 四萬兩千一百六十例 東京確診也連日上揚 沖繩九號一千零七十一人確診 創疫情來最慘星期一 不過都是在預料之內 因為剛落幕的黃金州十天廉價 各地人潮爆滿 活潑愛跑的年輕人出遊 也體現在染疫數據 二十到三十九歲 佔全體確診近半數 不過日本政府不再要求民眾 別出門 而是呼籲積極踴躍快篩 和平與病毒共存似乎有難度 短短一週內 南韓新增五例 歐模超強變異株 BA.2.1 2.1 傳染性比原始歐模高出 百分之三十 傳播速度也比最快的 BA.2再高百分之二十 就是它讓美國 連續五個星期感染率上升不降 而南韓最新單日本土 確診近五萬例 預測好不容易趨緩的疫情 可能隨超強變種擴染 而出現反彈 記者綜合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